由華牧師引述2015年8月份的Webwatch預告 在8月,中國股市崩潰和人民幣貶值之後 將會嚴重波及全球經濟受挫 其中Webwatch預告,中國政府和中國大媽 會開始搶購金、銀及珠寶等保值資產 並且會到國外將所有實金、實銀搶購一空 最終導致金銀價格狂升,持續滄出歷史新高 升價後也不會再回落 眾所周知 金銀價格一直被人為操控 將紫金和紫銀以槓桿方式佩戴100倍以上作為操控 因而導致金銀價格屢屢受壓 故此,現時金銀價格都未能反映出實金、實銀的真正價格和價值 究竟實金、實銀的真正價值是多少? 我們需要這樣理解 1. 撇開實金和實銀在世界上各層面 包括在工業、醫療和科技上 舉足輕重的實際用途價值 單單計算開採金銀的基本成本 即是撇除金銀礦財的材料成本 只計算開採工人的工資 開採時投放的能源、技術和物流開支等 根據2014年10月27日 蒙特利爾銀行發表的資本市場全球礦業研究 BMO Capital Markets Global Mining Research 報告稱2014年白銀生產行業 維持成本最少需要每盎司18.11美元 對比當時2014年10月 白銀報價約每盎司19美元 價格只比成本高出約1美元 甚至部分開採礦業的維持成本 更接近每盎司20美元 根本是無奈地虧本出售 對於今時今日 2015年8月19日 白銀約每盎司15美元的價格 不單白銀礦業公司賠償維持成本 連埋藏在礦裡的白銀原材料 也可以說是免費了 2015年6月17日 縱然一些主要的白銀生產商 受惠於原油價格下跌 成本輕微下降 但是大量白銀礦業公司的經營 和開採仍然處於虧本情況 至於黃金的平均開採成本 據2015年8月11日 市場調查資料 全球十大黃金開採企業中 其中七家企業的資料顯示 目前黃金的平均開採成本 但每盎司1201美元 因此這個價格 成為了世界供應的黃金平均成本 對於今時今日 2015年8月19日 黃金價格約每盎司1120美元 交開採成本價格1200美元 每盎司虧欠約80美元 可見開採黃金礦業公司 同樣也是虧本經營 所以單單以開採成本計算 實金、實銀的真正價格明顯都被過度低估 被幕後操控者過度貶值了 正正因為現時黃金價格 約每盎司1120多美元 白銀價格約每盎司15美元 低於生產成本非常便宜 所以按著Webwatch預告 中國政府和中國大媽們 非常容易以手上的現金 包括美金和人民幣 將中國和國外所有城市的實金、實銀搶購一空 之後中國大媽們手上仍然持有大量現金 繼而將不同純度的金銀飾物和金銀製品 亦搶購一空 最終導致所有售賣金銀飾物的商店倒閉 而除了以開採成本計算實金、實銀的真正價格之外 實金、實銀在工業、醫療和科技上 亦有各種實際用途 並且具有投資和經濟戰略部署的價值 這也是實金、實銀具有無限升值潛力的因素 故此實金和實銀明顯被過度貶值了 成餘兩年前2013年7月7日 福布斯·福爾斯估計 黃金價格應該可達每盎司4萬美元 踏入今年5月各方面都看好黃金價格 5月15日 國際投資大師羅傑斯·Jim Rogers表示 11年來黃金表現超過任何資產 他看好金市計劃買入更多黃金 更叮囑投資者不要輕易賣出黃金 5月16日 Europacific Capital執行長 直呼Petershiet Ginssen 金價將上漲超過每盎司5000美元 5月22日彭博社報道 若果中國宣布採用金本為制 每盎司金價可能會降至64000美元 大約相當於目前價格的50倍 今年8月18日 多名經濟分析師表示 受到人民幣貶值影響 避險需求推動金價大幅上漲 其中 Adrian Day Asset Management負責人表示 中國貨幣的貶值會觸發一輪貨幣戰爭 黃金將成為贏家 Price Futures Group 高級市場規則師Phil Flynn表示 中國將成為黃金市場的第一大影響因素 因為人民幣的貶值會帶來避險需求 正當你覺得黃金已經不適合避險需求 但對中國的擔憂卻忽然成為了購買的推動力 匯豐銀行表示 在黃金低價的推動下 最終會帶來需求的增長 中國、印度、印尼和越南等需求大國的消費者要避險佈值 但選擇的渠道已經不多了 購買黃金、白銀已經是僅有的方法 除此之外 金銀的真正價值遭過度貶值 更加速使各國央行大量購入 作為國家經濟的支撐和策略性部署 以防範經濟崩潰的嚴重影響 例如中國近期持續增持黃金 7月14日宣布6年內第一次增持黃金儲備 增幅達57% 8月14日公布在7月再增加62萬盎司 折合19.28噸黃金增幅1.16% 至於俄羅斯方面 今年6月已經是連續第18個月增持黃金儲備 俄羅斯央行總共增持了36.8噸黃金 目前俄羅斯黃金儲備增加至1275噸 佔外匯儲備13% 2015年8月13日因希臘危機 歐元貶值、刺激避險 德國掀起黃金搶購熱潮 投資者今年的購買量暴增 Jagusa首席執行官 Wulf Gornwich Heznyok Rosbach稱 2015年首6個月 德國黃金銷量額大漲50% 約達7億歐元即7.77億美元 2015年 韓國民眾黃金購買糧有望創下新高紀錄 韓國民眾因擔心中國股災連累韓國股市 在低息環境下 對黃金這種傳統保值工具的團職意願強勁 與中國和印度兩大黃金消費國 需求疲遠的狀況截然不同 根據韓國最大黃金商 Korea Gold Exchange 3M 上半年銷售情況 韓國人今年的黃金購買糧 首次買向1萬億韓元即8.6億美元 8月6日 世界黃金協會WGC數據公布 世界多國央行 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 蒙古和約但五個國家 在8月份大量購買和持有黃金 因此 既然世界多國都趁著黃金價格下降 施壓以破紀錄方式增加黃金庫存 有見及此 如Webots所預告 中國政府和中國大媽 必定蜂擁而上 搶購實金和實銀